Navy Base in Mumbai 21 Navy personnel including 20 sailors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印度海军基地爆发群聚感染 至少已经有26名海军人员去诊 而在欧美海军军舰接连沦陷 美国航空母舰罗斯伯后 舰上共4865名船员 其中660人染疫 去诊率达13.5% 有三分之二是无症状感染者 而法国航空母舰戴高乐号 舰上2300多名官兵 已经有1081人确诊 确诊率高达47% 有545人无症状 无症状患者比例过半 只要是在指标个案 在舰里面 它的传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不是我们今天用一般社区感染 或者是用一般的所谓的 这个境外一路到本土个案感染 这样想 它的防疫 要做社交距离 要做个人防护 是非常非常困难 媒体分析指出 军队一向讲求纪律 集体生活 士兵经常近距离接触 只要有人确诊 就可能出现交叉感染 导致整支军队沦陷 台大医师也指出 相较于邮轮军舰感染 风险更高 中共肺炎肆虐全球 讲求团队运作的军队士兵 成为高风险族群 加上中共肺炎 无症状传播的特性 更加难以防范 各国军队 势必得定出严格防疫规定 防堵疫情 避免影响国家安全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张慧婷 台湾特别 采访报道